你的15年或以上的雪櫃 可以用你高達150元一年 是時候擺脫它們了 為了環保, 立即參與這個節約能源計劃 請到powerstream.ca 或支電177-797-9473 我們幫你免費帶走它 早安… 來到我們的嘉賓環節 來到美食星期五 我已經差點說不出話 因為那種味道已經很香 不停飄過來 是嗎? 不停飄過來很香 我們每次到星期五時 會介紹一些菜給大家 今天好像要介紹甜品給大家 對, 今天一早就帶點甜品 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個甜甜蜜蜜的星期五 你真會說話 當然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 廣東話是米米 米米, 是 米米泡芙的負責人就是Daniel上來跟我們說 但我覺得國語很聽 是, 咪咪泡芙 Daniel上 早安 你好 你好 其實Daniel之前都上過幾次 我們國語的環節 但好像沒上過我們廣東話的 米, 你是第一次來廣東話訪問的時間 謝謝你 今天很高興 請到你上來廣東話的時段 我試試用國語去問一下Daniel 為什麼我覺得名字很有趣 米米, 米米 為什麼用這個名字 是, 第一次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米米泡芙 你首先講一下這個名字是怎麼得來的呢 有沒有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女兒叫米米 是女兒的名字 還有一個名字 小明 然後我們就是以做給她的心態 然後去做泡芙 所以就取名叫米米泡芙 所以她本身就是她自己想吃泡芙 然後你就… 對, 她很愛吃 所以你一開始就是因為女兒喜歡吃泡芙 然後就開始研究怎麼做嗎 那個時候其實她才一歲 那我是自己愛吃 自己學著做 自己愛吃 對, 但是後來做 等她可以開始吃一些副食品的時候 我們就給她吃泡芙這樣子 然後後來才在外面買這樣 就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品牌 我覺得這個絕對Daniel是一個好巴巴 真的是一個好巴巴 而且你要看他們平時的盒子上面有一個標誌 都是她女兒的標誌 我看過那張貼紙 是她女兒的樣子 所以你們有一個Logo 是女兒的樣子 對, 我的叫米米泡芙 原來現在她幾歲呢 兩歲, 快三歲了 三歲了 好可愛 那她肯定吃到肥肥胖胖胖 看她的泡芙好吃 那其實這些泡芙 它有什麼味道的 其實有些什麼味道的泡芙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做六種口味 那今天帶了三種 是可以當冰淇淋泡芙吃的 冰淇淋泡芙 冰淇淋泡芙 我真的第一次聽 我們做的這種泡芙 跟一般的冰淇淋泡芙又不一樣 一般冰淇淋泡芙是真的冰淇淋 那它放常溫會融化掉 對 那我們的泡芙是常溫呢 或者是冷藏 它會是慕斯泡芙 可是冷凍起來它就變成冰淇泡芙 也就是說有兩種吃法就對了 兩種吃法, 對 好特別 它說如果真正的冰淇淋泡芙放在裡面 你知道冰淇淋泡芙溶了之後就會流出來 是 那這個就完全沒有 就算溫溫了之後也可以吃 溫溫了之後就是mousse 結了之後就變了冰淇淋泡芙 那就是說如果我把它冰淇淋 就可以變成一個冰淇淋泡芙來吃 但如果我不冰淇淋它 就可以當作mousse的泡芙來吃 就是不用完全放在冰淇淋 真的太好了 但是我知道泡芙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名稱 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 究竟它有其他什麼名稱 這個泡芙還有其他的名字嗎 這種泡芙呢 因為它是改良過的 那上面可以看到一層酥皮 是 酥皮 對 很像那個菠蘿麵包 菠蘿包 對 所以又有叫菠蘿泡芙 有人叫餅乾泡芙 有人叫脆皮泡芙 真的有幾種不同的名字 對 因為大家看到上面那層酥皮 就像我們平時在麵包店 買到那種菠蘿包 有時又會叫做菠蘿泡芙 又或者會叫做餅乾泡芙 真的好像很好吃 好像一個mini的菠蘿包 對 有點像 其實在香港多不多這種泡芙 我知道台灣和日本就比較多 其實泡芙來自哪裡的呢 其實這個是來自哪裡的 是不是來自日本的 沒有 它其實是從法國來的 從法國來的 本來是一種法國點心 那後來演變成菠蘿泡芙 是日本人去改良它的 然後後來在日本 台灣都很流行 這樣 就是之前是來自法國的 一種最傳統的泡芙 是不是就是泡芙 泡芙 泡芙 之後就經過日本的改良 然後傳到亞洲 亞洲就很流行 通常傳統來講 裡面的餡是甚麼 傳統來說裡面 可能沒有這麼多的口味 對不對 對 沒錯 傳統的就是簡單的 那種鮮奶油 就是泡芙霜的東西 對 然後後來就 因為亞洲就很喜歡多變化 是 所以就開始加各式各樣的內餡 對 然後我們就是選了六種去做 這樣 分別有打六種 有香草口味的 但是那是卡士達口味 然後巧克力 還有綠茶香草 然後三種這種冰淇淋式 所以是菠蘿 有香草 有巧克力 然後還有現在新款的 冰淇淋式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 所有這六種口味 都可以變成冰淇淋式的 太好了 我看到它準備了一個針板在這裡 和把刀 你做甚麼呢 這個刀和這個板是拿來幹甚麼的呢 我等一下切開來給大家看裡面 我們要等了吧 我們不用等了 我們已經等不及了 那麻煩你切開給我們看看 好 現在切的這顆是芒果口味的 這個是冰淇淋的是嗎 這個已經是凍好了 已經凍好了 現在這個是變雪糕的了 OK 然後這個就是 草莓的 對 草莓的 Strawberry 再選一個芋頭的 看到這個顏色 就已經覺得很好吃了 好鮮甜 好像那些貴婦的high tea 沒錯 我們現在就是早上做個high tea 然後中間這個紫色的就是芋頭 是芋頭的 是它們一個新的口味 現在到了冬天之後 就算你買回去也不怕它會壞 直接把它丟在外面 我們快來下雪 零下的時候就凍在外面 凍著雪糕 不需要擔心 你切開這個香味會更重 真的嗎 真的 要把它飄過來 我們要快點試一試 我們麻煩Daniel 可以拿過來給我們試一試 你會選哪種口味的 我喜歡嘗嘗芋果 因為我覺得很香 你會想嘗嘗哪種 我會想嘗嘗芋頭 因為芋頭是一個新的口味 是的 很香的 它外面那股脂已經很香了 這個就是菠蘿 Puffer 我第一次吃甜品 第一次吃甜品 做早餐 吃甜品 而且是有雪糕的 你覺得很香 我覺得裡面的雪糕 很滑 很滑 對 它的質感很好 我們都是用最天然的食材去做 所以它呈現出來的東西 跟外面 隱藏一些冷凍食品的東西不一樣 這個味道很鮮 對 芒果就像吃到有些芒果肉一樣 很香的 你覺不覺得 我之前不是提到 我們現在好像那些貴婦 High Tea 其實Daniel現在在做的 其實是在家裏做的 你要下單 他才幫你做的 其實Daniel 不知道他有沒有想過 開一間店 給我們的貴婦坐一下 快點問一下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要開一間店來做一間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自己 非常可愛 很像那種貴婦的 那種香港的下午茶 你們有沒有想過 要開一間小小的下午茶店 我有想 但是就需要計劃 因為畢竟有小孩有家庭 對 所以我覺得要穩紮穩打 比較適合我現在的角色 非常好 如果我說三年前 四年前 我那時候沒小孩 我可能就直接衝出去 但是還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有那樣的目標 應該會有很多的顧客 都有提這樣的要求吧 對 很多顧客在問說 什麼時候要開店 因為開店 可能比較方便買之類的 對 但是我就想說要一步一步來 因為我不敢冒險 那沒辦法 因為現在做生意 始終有個風險 經濟不太好 對 但是我覺得Daniel 始終的心是做一個好爸爸 因為也要照顧女兒 所以才在家做這門生意 大家可以打電話去這裡 跟他預訂這些好吃的泡芙 無論他開不開店 我們都會繼續支持 因為這麼好吃的泡芙 真的很難抗爭 好吃 我幫你吃光 那今天謝謝Daniel 謝謝Daniel 謝謝你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我們去吃光 我們來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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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